你这次来天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 儿子也来天津了吗 来了 今天来我们录制现场了吗 也来了 来了 把孩子带到舞台上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掌声欢迎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要不问他自个儿吧 好吧 欢迎 你好 小朋友 这个是给你的 你用他跟话筒说话 你站在中间 真有礼貌 我问你几个问题 看着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 蒋宁洁 蒋宁洁 对 你今年几岁了 马上七岁了 马上七岁了 这个孩子好大方 跟我说说 你平时跟爸爸在一起 你最喜欢爸爸身上什么 就这话我先上门手机 或者手机还能下载 再获得学一下这些 就是有些 爸爸平时工作忙 四处带着你跑 你觉得爸爸辛苦不辛苦啊 辛苦 今天爸爸来非你莫属找工作 你有什么想对爸爸 或者想对这些叔叔阿姨说的吗 我老爸天天对我很好 但是从来都不打我 从来都不打你 对 你调皮吗 有时候 调皮也不打 有的时候我会调起 太可了 困了是吗 平时这时候都该睡觉了是吗 很好 好好学习 然后呢 给爸爸在台下加油 你记住 你有一个特别爱你的爸爸 不管爸爸到哪里去工作 怎么辛苦 都一直陪伴着你 有的时候他会送到我老家去 把你送到老家去是吧 那也是没有办法啊 对不对 要作为小朋友 多多理解爸爸的不容易 将来长大了以后 好好学习 报答爸爸 同时呢 把你的所学 所能回馈给社会 你现在可能还不理解 将来你渐渐地 就懂得这个道理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将来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 也遇到了 和你很像的小朋友 一定要去多多帮助他们 好吗 好 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大卫 咱们俩可以握个手吗 好 很高兴认识你 抱一下好不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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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到台下去休息 杨宁姐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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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 是特别疗愈的一件事情 真是 录完这一期 我就回家了 就有很多画面在眼前 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 共情的是我们要给孩子 更多的陪伴 爱 伴他成长 让他不要有缺憾 但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 孩子给我们的很多支持 或者相依 就有的时候就刚最后 到时候抱小朋友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好 我们每个人就没有抱到 但就感觉到了一种 一种拥抱之间的 互相的拥有 其实说实话 即使是孩子在我们身边 全心全意的陪伴 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危险 是 并不只是因为他单独带 没错 但是这个陪伴 是你任何其他东西 没办法替代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感觉 特别暖 生活会有很多的苦难 无情不孽 也无人不苦 但是他始终把他爱的这部分 给到孩子 而且他对孩子说好快乐 所以我觉得 谢谢你把这么的温暖 都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每一次我们在录制 《非你莫属》的休息时间 潮汐都会举着手机 和女儿视频 我很多次都看到 而且有一个细节 就是很多时候 你不会说话 你只是默默地看着 手机屏幕那一端 女儿在做什么 我也能理解就是那种 因为工作 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 你内心可能会有一丝的愧疚 你看到刚才蒋宁杰 我们的求职者的儿子 来到台上 你有什么感受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孩子可能需要父母 其实有时候 在我们心里面更需要 孩子 对 因为他们是希望 我儿子也会跟我聊 说现在呢 妈妈 咱们都珍惜吧 说现在我还非常非常地 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们一起玩 但是我知道会长大之后呢 我会更多地愿意 跟我的朋友都在一起了 就现在就让我们好好珍惜 我们在一块儿 我就觉得 这孩子对父母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救赎 孩子给父母的感动瞬间 其实 因为父母对孩子那种好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他记不住 但孩子给父母的那种感动 他是那种点点滴滴 是会被父母铭记在心 他说能记得住的 所以刚才我看到你 你那个画面之后 我马上给我女儿 发了个短信 我说所有的祝福 都不如女儿的一句 生日快乐 不管你们看这档节目 有多久 不管你们眼中 每一位企业家 包括我们的人力专家 你是怎么样去看待他们 其实在生活当中 他们都是爸爸 妈妈 都是家庭的成员 有一首歌叫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岗位 不一样的是经历 不一样的是财富水平 受教育水平 但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在享受家庭 亲情 带给我们的一切抚慰 好了 温情 我们就暂时到这里 我们不哭了 哭了我们小叶儿 那个妆都花了 所以我们不经历 我们不经历 都 Canal